今天G點,我們珠珠一宗奇情轉折的暴動案 天下是真的無奇不有,大家有沒有想過暴動案可以變成暴徒案呢? 案件還未完結,就出現法官移民被告走路的情況,令人嘆為官子 話說前駒法院法官沈小文先後在前年的10月到去年2月 分別將831和11兩宗黑暴案中被控暴動罪的14名被告全部裁定無罪 在審訊期間,沈小文多次遇出鷹人,例如說不應該將穿黑衣服的人隨意視為參與暴動 因為不排除這群被告是希望見證難得的歷史時刻 又指警方在涉案單位手出的玻璃瓶、白電油和布條這些物品都有合法用途 未必是用來弄汽油彈的,被市民罵爆他放生暴徒 沈小文曾因為判案嚴厲,被稱為釘官 但這案令他被人質疑由審清天變了審皇天 更想不到的是,沈小文審完這案無奈就辭職舉家移民英國 成為國安法實施後第一個決定離港的本地法官 律政司認為沈小文審理這兩宗案件時,在法律上出了錯 於是對其中13人的無罪裁決提出上訴 才發現當中那名被告已經離開香港 連上訴書都送達不到 正如有網民說,簡直是世紀奇案 法庭、暴動案這兩個詞和自由大膽都扯不住 但今次偏偏因為這樣而放生了涉嫌犯事的被告 令他們離開香港後各有的自由 都不知是巧合還是密契 一句到尾,支持律政司上訴到底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,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下小鈴鐺,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 待會見